再来说说这个演员拍戏受伤的事情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动作演员拍戏受伤是常有的事情 而且我们经常发现他们是伤痕累累的 最近呢演员蔡绍芬的老公张静呢 在拍摄动作戏的时候就造成了右眼受伤 而且呢险些痴迷 右眼异常红肿 缝针后也难以睁开 从照片中不难看出张静此次伤势不清 那么拍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使得无数指导出身且拍戏无数的张静受如此重伤呢 因为当时是一场夜戏 现场都会下雨 他就淋着雨在那里跟群戏要咋嘛 有一刻他不小心就是突然间趴在了一张桌子上 然后大家都围过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突然发现他的那个右眼就血流出来了 而且因为是下着雨 所以就能看上去就血会特别多 但是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让大家都非常的感动 就他说既然都流了那么多血了 那我们继续拍下去吧 就是要现场逼真感 虽然张静愿意坚持继续拍摄 但由于起身后就头晕目眩 连呼吸都非常困难 居足还是连夜将他送往上海第901院急诊 好像还差一厘米就会伤及到真的你眼球了吗 那他现在的恢复的情况你这边了解吗 现在应该恢复的还行 还要再回来再继续拍吧 大概什么时候能复工呢 最近吧 眼皮那边的话就还是稍微需要养一下嘛 不然的话就看得出来 其实一周前张静就曾在微博上传手臂淤青的照片 令妻子蔡少芬十分心疼 男人流血不流泪 泪还是让我为你流 你努力出血了 打啊杀啊工作顺利 哎呀真是男人流血女人流泪啊